几次尝试后 大千斤顶同样无法正常工作 于是官兵们就地取材 决定将破胎下面的土壤挖出 使破胎处于悬空的状态 只要能把这个胎 让它离地大概有一公分左右的距离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备用的备胎 给把它送上去 但此时车辆已经处于倾斜状态 一旦挖空轮胎下面的土壤 很容易发生另一种危险情况 那就是整辆车侧翻 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们 开始谨慎起来 把里面再挖一下 里面再挖一下 破胎被小心翼翼地卸下来 大家观察车体并没有发生更加严重的倾斜后 迅速展开了换胎工作 小心点 那边离的牙是很近的 这个里面别挖了 行了行了 可以了可以了 来吧 来 轮胎 关了吗 关了 车灯空给我一下 车上去表示这个轮胎已经换成功了一半 打车踩住 打车踩住 还有一点呢 还有一点呢 换好了80% 不到十分钟 汽车兵们就成功将轮胎换好